黑神话不空的热度还在吗 有些人应该早就通关了吧 剩下的是不是已经放弃了 这一期的菜板是从游戏发布的第二天开始做的 上周天才赶出来 也别漫画我更新的慢了 这就是我剪视频的水平 因为这次的图案需要大面积的多次相浅 而且细节特别多 所以先用雕刻机把菜板表面洗一遍 然后再把菜板的轮廓和纸槽刻出来 这一步就快进吧 你们应该已经熟悉了 至于这款游戏 我还没玩 把多余的木头切掉再用力气清理一下 这样每次放回到雕刻机上的时候 就能确保找到同样的原点 因为时间有点紧 所以第一遍就雕刻面积相对小的颜色 标记出中心点 对刀开始雕刻 平起刀只刻了这么多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接下来将会是漫长的等待 虽然总面积不大 但都是细小的图案 尖头0.1毫米的V型刀 莫及了好几个小时 现在的画面是200倍加速的 第一层用的是硬封木 基本上每个在黑木头上镶嵌的图案都会用到封木 感觉这两种木头是很好的搭配 因为面积太大了 所以就尽量的把它们举到一起来雕刻 免得有人说我浪费木头 这一层象嵌上去的东西并不多 但都比较分散 其实可以再多分几块的 但是考虑到太棒胶的操作时间 这样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虽然只分成了三块 但是在找对应的位置已经有点困难了 铺完胶就够难找了 不得不不看木胶低下头 看看能不能对上两三个点 等焦干了以后 把上面的那层木头给洗掉 这次是手动操作的 有些地方漏掉了 不过就是薄薄的一层 用枣子一滑就下来了 在这之前我还不确定是否能成功 因为图案的细节太多了 不过现在稍微看到了点希望 接下来是雕刻第二个颜色的凹面 这一次的刀路我编辑了整整两天 二十多个小时 眼睛都快瞎了 前几年我就直接用扣出来的土雕刻了 但是今年突然开销了 尝到了新方法的甜头 就再也回不去了 虽然过程比较折磨人 但是当看到最后得到的成品 还是值得的 不直接用原土雕刻 识别了让每个颜色之间没有空白的同时 又能保证镶嵌进去的木头 尽可能在大面积粘到底板上 这一层用的是棉垫幼木 没记错的话 之前镶嵌头发图案的时候 用的也是这种木头 感觉它的纹粒和颜色很适合用在毛发上 现在雕刻的是最后一层了 在电脑上没花什么时间 但这是细节最多的一层 如果让我重新再做一个的话 这三个颜色的镶嵌顺序会完全不同 雕刻完以后 这些毛毛碎碎的就得一点点的用美工刀清理了 其实在凹面里的还好 因为线条再细在顶端也是有平面的 但是凸板就不同了 镶嵌进去的木头最深6毫米 但是那些细线和小点点有的甚至不到1毫米深 所以这些地方的凸板图案雕刻完有很多毛瓷 清理完凸板的时候 我看东西都重影了 具体清理了多久我忘了 大概能有五六级老友记吧 刚开始他们还在伦敦 等清理完以后 Ross又离婚了 这破猴就不能随师傅把头发给剔了吗 通常我会至少等一整天再洗掉这些木头的 但是这次有点着急 头天晚上沾的第二天中午就迫不及待的看结果了 虽然木头之间已经沾住了 但是多出来的胶还是湿的 把这些胶给铲掉再等一天吧 重新洗一下减轻点烧光机的压力 然后就可以收尾了 其实这次就是为了蹭一下游戏的热度 做的比较急 也不知道能不能蹭的上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会做的更好 起码会再加一两个颜色 现在远看时之后 近看的话可能需要些提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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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